今天早上你講了很多是關於恐懼感 就是自發恐懼感 影響外面 影響一個實相 那麼在我們傳統來講 就是說如果這個恐懼感不細放出來 反過來你另外用正能量正面的思考 把它代替取替 這樣的話可不可取呢 不一定 我覺得不一定 那要看當時那個人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狀態 如果當時那個人是很恐懼很恐懼很恐懼 所以一定要趕快用個正面去壓掉那個 那那樣子其實是更大的反作用力 但是如果一個人在那個恐懼裡面 他其實是一種慢慢的回到自己 他慢慢的感覺到對自己的信任力量 然後他慢慢的在連結自己的時候自然的正知正面 那又是不同的狀態 在西土之中 也就是說你發生一些事情我有比喻了 如果你回來 如果你是更深的回來 你不需要採取什麼 因為那個回來你已經更多的在 然後更多的在你是自然的感覺怎麼樣 他那個力道 沒有那麼大的力道要採取什麼 或者要去對立什麼 那個對立 採取 不一樣喔 跟那個回來很自然的連結 感覺到真實的存在或自己 然後可能還是有恐懼 還是有什麼 可是你出去的 比較是一個自然流動的 而不是一個抗拒的 對立的 要採取的 不一樣 可以吧 OK 好 謝謝